歡迎持續鎖定民視午夜新聞 我是劉方慈 首先帶來關心的是香港反送中局勢 現在越演越烈 港警甚至連續兩天闖進了香港 中文大學的校園 可以說是烽火連天 來形容校園變成戰場一樣 在星期三這天香港中文大學 宣布這個學期要提早結束了 好 那麼為了台灣學生安全 教育部也表示說 已經跟駐港人員協調航班了 在星期三晚間接送了八十一名 台灣學生搭機返台 另外還有四十一名台灣學生 已經自行買機票安全回到台灣 香港中文大學可以說是全港境內 最大的互聯網交換中心 有高達百分之九十九的互聯網訊息交換 都是經由這兒的 所以港警大動作的強攻中文大學 是不是想要企圖控制住網路 來這個導風向呢 帶風向導輿論 還是背後到底有什麼樣的原因 我們帶來看我們的分析報導 好 體壇焦點 接下來關心的是世界十二強棒球賽的 副賽 好 最新是澳洲和美國交手 澳洲第一局靠著滿壘的四十安打 攻下了兩分 再以四位投手合力封鎖 美國中場二比一顯勝 那麼賽後澳洲跟美國都是一勝三敗 好 至於我們台灣隊目前是一勝兩敗 後兩戰我們剛好就要對上澳洲跟美國 只要我們全贏的話 就可以確定排在副賽的前四強 最終排名 如果我們高於韓國隊的話 就可以取得東京奧運的參賽資格 好 不過台灣隊友回到前一場比賽 是我們對上韓國當中呢 旅日投手張毅 他可是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幫助我們贏球 張毅他是出生於棒球世家楊佳斑 他可是同樣也是旅日投手楊代剛的表弟 他從小就離開花蓮到臺北打球 那麼在高中的時候也是遠赴日本來念書 全家人都是全力支持他追逐棒球夢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